她是一个邪恶狡黠贪婪且冷酷无情的女人 她利用法律的漏洞不择手段的榨取着孤寡老人的血汗钱 当她招惹了一位神秘的老大妈之后 厄运也随之而来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英国的惊悚片 我很在乎 小培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职业监护人 她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利用法律的漏洞 联合无良的医生将一些老人强行送进养老院 当成为这些老人的法定监护人之后 小培便会一步步的榨干老人们的所有财产 洛塞胡的老妈就是小培用这种手段弄进养老院的 这家养老院就像是一座监狱 老人们的亲属想要来探望 必须要经过监护人 也就是小培的允许才行 洛塞胡想应赏进去 最终被保安和人高马大的护工给致富了 法庭上洛塞胡据理力争 说自己的老妈完全是被迫进入养老院的 所有的一切全都是小培一手策划 虽然洛塞胡说的有理有据 但由于他在赡养老人的方面做的确实不够好 因此被小培抓住了小便 小培的三寸不烂之舌跟刀子似的 刀刀见血无中胜有颠倒黑白 加上昏庸的法官偏听偏信 洛塞胡最终败下了人 大获全胜的小培 杨手挺胸的走出了法庭 他的助手小甜甜正在等着他们 心有不甘的洛塞胡追到路边 把小培从头到脚臭骂了一顿 发泄着自己的心头之恨 小培也不是说 咬牙切齿的说了一些狠话 这些老人大多数都是被他用非法的手段强行弄进洋老院的 而这些老人的财产全都归小培的公司管理 换句话来说 小培的公司是在靠这些老人的钱养活着 这时候养老院的负责人给他打来了电话 说有一位受小培监护的老人去世了 目前空出了一个房间 希望小培能尽快再找一个老人过来 小培和助手小甜甜来到医院寻找目标 无良女医生给小培推荐了一位他们称之为肥羊的李淡马 这位李淡马一生未婚 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孤娃老人 虽然李淡马是孤老太太一个人 但却有着可观的保险和殷实的家庭 是再理想不过的目标了 调查完李淡马的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之后 小培联合无良女医生 向法庭呈上了一份李淡马身患各种疾病的报告 昏庸的黑人法官不做任何的调查研究 直接就任命小培成为了李淡马的法庭监护人 李淡马虽然是一个人生活 但小日子过的是有子有儿 当小培带着警察来拜访他 并说出来的理由之后 李淡马彻底目劝了 跟李淡马解释清楚之后 不容李淡马的反对 小培让助手和警察强行把李淡马带上了车 没有一点点的防备 李淡马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弄进了养老院 欢迎李淡马入院的仪式非常的温馨 四周洋溢的全是亲切的笑容 但这一切不过是留于表面的虚伪 李淡马这边还没回过神呢 手机就被无情的收走了 把李淡马安置好之后 小培便马不停蹄的开始清理李淡马的财务 虽然这只是一部电影 但这个过程还是让人看得乙巴根不停的窜凉气 假如在未来的某一天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小培在翻箱倒柜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一把银行保养箱的钥匙 清理完毕之后 李淡马的房子连同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全都被拍卖了 看得人真是憋气又窝火 而李淡马那边虽然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都是微笑服务 但李淡马的所有要求都不会被满足 小培拿着钥匙来到银行 顺利的打开了保险箱 让小培没想到的是 李淡马居然在一本书里藏着价值几百万的钻石 小培的助手小甜甜正指挥着工人们重新粉刷房子的时候 出租车司机黄毛来到了李淡马家 说跟李淡马约好了过来接人 当听小甜甜说李淡马已经搬走了 黄毛是大吃了一惊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朱儒哥虽然个头不高 但却是心狠手辣的俄罗斯黑手党的老大 李淡马是朱儒哥的亲马 他们母子俩每年都会在约定时间相聚一次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这样的聚会对朱儒哥来说非常的珍贵 开出租车的黄毛就是他派过去接李淡马的 因此他听完黄毛的讲述之后可气快 逼着黄毛必须马上把他老妈给找回来 由于李淡马的那些钻石并没有在被保险物品的列表里 因此小培认为这些钻石很可能是见不得光 他有了想撕吞这些钻石的想法 作为小培的助手和亲密的伴侣 小田田一眼就看出了小培的心思 黄毛经过几天的明察暗访 终于查到了李淡马的情况 听完黄毛的讲述把朱儒哥的肺都欺诈了 他马上命黄毛联系律师去找小培交涉 他想合理合法的把自己的老妈弄出洋老园 不过朱儒哥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他的律师见到小培之后 小之一里冬至疫情 威逼利友带恐吓都没有令小培妥协 虽然小培表现得很强硬 但他心里毕竟还是有些不踏实 于是他来到养朗院 希望从李淡马嘴里掏出一些情况 可惜李淡马什么都不肯说 只剩暗示小培这次是摊上大事 小培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马上找到养朗院的负责人 要求把李淡马的伙食标准降到最低 以惩罚李淡马对自己的威胁 转过天 朱儒哥来到银行打开保险箱 发现自己的钻石果然都不见了 为了能让自己的老妈离开养老院 朱儒哥派律师跟小培对不公堂 虽然律师在法庭上阵阵有词 说的有理有据 但法官和小培可是老数人 加上小培伶牙厉耻的诡辩 法官最终驳回了律师的请求 这下可把朱儒哥彻底惹毛了 他冲着律师发泄了一通之后 决定使用武力为自己讨回公道 朱儒哥带着手下来到养老院 黄毛等人谎称自己的父母要来这里入住 骗取了负责人的初不信任 但是当他们要求见李大妈的时候 被警惕的负责人拒绝了 黄毛一看软的不行就开始来硬的了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眼瞅着黄毛就要带着李大妈成功逃出养老院了 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闻讯而来的小培一顿把黄毛给揍晕了 而与此同时警察也及时赶到了 对于一帮有着多年犯罪经验的俄罗斯黑手党来说 这么小的一次行动居然都能搞砸 估计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 针对黄毛的审讯并不顺利 这位资深的犯罪分子是一问三不知 死都不肯说一个字 不过警方最终还是查到了黄毛的背景资料 原来黄毛曾是克里夫兰俄罗斯黑手党的一个小头目 不仅贩毒而且还牵涉到一大堆的谋杀案 七年前黄毛的哥哥和俄罗斯黑手党的老大 死于了一场离奇的火灾 老妈没有救出来还搭进去了三个手下 这让诸如各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他决定杀鸡镜猴来得狠的 当小培正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 电视上播出了一则新闻 一直跟他联手的那位无良的女医生被人给杀了 这个消息对小培来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 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意识到 那位律师的威胁并不只是虚张声声说说而已 小田田建议赶快离开这里 以免被俄罗斯黑手党的人给干掉 但小培心存侥幸还想在观望观望 他再次来到养老院 希望跟李大妈好好谈谈 李大妈威胁小培赶快让自己出去 不然小培很快就小命不饱了 可小培并没有被李大妈给吓唬 说了一大堆惹李大妈生气的话 李大妈也没客气 上去就是一个裸脚 差点就把小培给勒死 鉴于李大妈冲动的行为 小培建议法庭把李大妈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这位没脑子的法官听了小培的话之后 想都没想就通疑 李大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里的条件跟养老院比起来那可是天壤之别 为了安全起见 小培暂时关停了公司 和小田田一起搬到了公司名下的另一处房子里 并将那些钻石暂时寄放在了一个朋友那儿 就在小培和小田田准备出国避风头的时候 朱如歌的手下突然袭击把小培给活捉了 紧接着朱如歌的另一组人马 又来到小培和小田田新办的家 把回来取护照的小田田揍了个半死 朱如歌和手下把小培拉到荒调野外 要求小培交出自己的老妈和那些钻石 原来朱如歌就是那个死在火灾中的 克里夫兰的俄罗斯黑手党老大 当年为了躲避警方的坠捕 朱如歌伪造了自己的死亡 并且出于安全的考虑 还把他的老妈李大妈更名感性紧藏起来 小培这个贪婪的女人 要求朱如歌给自己一千万美元 他才能把钻石和朱如歌的老妈交出来 这件事对朱如歌来说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即强 虽然他不差钱 但一个女人居然敢明目张胆的敲诈他 这让他感觉非常的不爽 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 命令手下立刻马上把小培给干掉 为了让这起命案看上去像一场意外 这帮人首先强行给小培灌了酒 然后把小培连人带车弄到了河里 以造成一种罪嫁引发的交通事故的假象 本以为小培这次肯定是挂了 可进度条告诉我没那么简单 果不其然小培福大命大造福大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成功逃生了 小培打车回到家 又把被揍得半死的小田田给救火了 接下来轮到小培反击 他和小田田一路跟踪猪乌哥的手下 来到了猪乌哥的公司 乔装打扮的小培电晕了猪乌哥的司机和保镖 很顺利的就把猪乌哥给活捉了 随后小培和小田田拉着猪乌哥来到荒郊野外 把已经被注射了麻醉药的猪乌哥扒了个精膜 直到第二天早上 一丝不挖的猪乌哥才被沉联的人给发现 哎呀不得不说猪乌哥的团伙 简直就是黑帮界的骑士大国 丢尽了黑手党脸 小培到医院亲切的探望了猪乌哥 由于猪乌哥多年前的假死 现如今已经成了黑户 小培通过非法的手段 已经正式成为了猪乌哥的法定监护人 如果猪乌哥想脱离苦海 那就必须往小培的账户里打进一千万美元 此时的猪乌哥对小培佩服的是无体投地 他提出和小培联手 创建一个全国范围的监护人企业 由小培出任首席执行官 猪乌哥出钱小培出力 一起把这项事业做强做大 小培最终答应了猪乌哥的请求 两人强强联合 小培如鱼得水 短短几年就把监护人的事业 搞得是有声有色 他登上了各大杂志的封面 不断的接受电视台的采访 他日理万机日进斗金 成为了富豪中的顶级富豪 但越赢则亏水满则亿 当小培正志得亦满 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开头那位被他欺负过的洛塞胡找到了他 二话不说就把他给逼 原因是洛塞胡的老妈在养老院去世了 直到死的那天 小培都没让洛塞胡去探望自己的老妈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 做人必须走正道 合理合法转钞票 举头三尺有声明 坏事做尽中有报